不足两张就能有这种素质 性价比简直高得吓人 今日分享YOLO PARK出品AMK系列拼装模型 来自变期电影的《黄暴勇士》 包装方面是一个横版的设计规格 正面的角色峰绘图印刷得很漂亮 背面则是玩具实物图和简单的拼装流程展示 这系列拥有官方授权 所以也是正版 而内包塑封部分则是以数版的形式分布 所有零件都是对称摆放 取用起来很方便也不会拿错 说明书部分只有一页 说明拼装过程很简单 值得一提的是 随和还附带了本系列大黄蜂的战斗配件包 也算是补完了之前本系列大黄蜂所留的遗憾 说是拼装 其实也只是把各个部件简单组装在一起 原则就是骨架之间进行插接 再将外甲部分覆盖上去 组成四肢之后再和身体一一相连 整个拼装过程清晰明了 没遇到任何称得上难点的地方 组好之后 整个形体非常漂亮 完全是成品模型的水准 因为不需要变形 所以可以实现大量的细节和层次 头条部分的分色很细致 还有金属质感 全身内外的结构层次表现得也很棒 身上的豹纹部分使用了3D印刷涂装 这种把外甲覆盖上去的处理办法是真的很出彩 精细零件的导角和锐度做得也很真实 很多部分甚至让人以为会是合金零件 整体高度在18公分左右 重量接近120克 这个重量和尺寸刚好是摆起来有气势 拿在手里也很舒服的区间 可动部分 脖子根部也有一段关节 这样无论抬头的幅度还是低头的幅度都能保证很棒 转动和摆动更是没问题 甚至衣领部分也做了小幅度可动 肩甲是球性关节可以前后旋转也可以翻起很高 那么手臂平举就没问题 转动一周更是小轻松 上臂的平转虽然不能一周但也足足够用 肘部是双关节 弯曲远超90度 手腕则是球性关节 转动和摆动都够用 躯干部分内部的零件也能微微张开 这样胸部的前后左右摆动幅度都不小 单纯胸部的转动也接近45度 屁股后方零件可以后翻掀起 这样腰部的转动也有45度 大腿根部做了双关节的下拉结构 极限情况前踢甚至有这么高 后摆的幅度也非常不错 侧皮也能完全抬平 大腿根部的平转虽然不多但也够用 西部的联动关节弯曲接近180度 脚跟上方的零件可以向后掀起 脚掌的前后可动幅度也相当不小 转动一周也没问题 脚腕接地有独立关节 幅度也相当惊人 就连脚尖部分也做了一段可动 整体的可动能力可以说是超出预期的优秀 关节手感部分松紧度适中 阻尼感很舒服 虽然用了不少球形关节连接 但神奇的是球关节部分居然是最紧的部分 整体用料是比较偏韧性的材质 掰起来也很放心 替换手型部分有一对手掌张开的手 和一对抓握型的手 武器的双肩毛则分成两节 穿过手型之后是用子母扣扣在一起 拥有这样的造型和层次 只要随便一战 效果都会不错 而在超强的可动能力加持下 想要摆些造型也是轻而易举 不足两张就能有这种素质 性价比简直高的吓人 如果你对外观的爱好多过变形 那么这款在这个价位几乎没有对手 更何况 大黄蜂的战斗面罩和两个手炮 也是在这款里才有 如果之前拥有大黄蜂 这款更是没道理不入手 而如果这款到手喜欢 刚好可以去补一盒大黄蜂 再说一遍 相对于这款的价位 它的表现真的已经足够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